徐怀玉翻红便翻车 他到底冤不冤 徐怀玉滑水的事呢 大家都听说了吧 这些天哪 网上都吵翻了 初舞台用一个歌手的身份唱成这样子 对比以前呢 差出了十万八千里 就是说哪怕是不看唱功 状态管理也很迷 唱的时候嘞 这眼睛一个劲的漂涕丝气 整个一个不在线的状态 姐姐也知道 那自己的表现不好 节目里还主动提过 昨天唱得很糟糕 没关系我们昨天就是因为 没关系就是因为你昨天 所以你才这样 还可以跟我们一对 对 要不然你如果唱得很好 就不能跟我们一对 那谢谢你今天 不为了我们 要跟我们一组 你还牺牲了你自己 谢谢你 组里其他小伙伴 还一个劲在给他台阶下 认定他一定能在一宫 带领大家 拿出真正的实力 没错 这位姐呢 就是一宫这场表演的C位 也是组里唯一一个歌手 By two 很显然 他辜负了队友们的这番友善 唱 不行 由他领唱歌曲第一句 效果是这样的 至于跳 那就更让人的眼一黑了 这位姐在干什么啊 该说不说 旁边的贾静雯都比他努力 至少动作是熟的 表情管理是到位的 而徐怀玉不管是表情还是动作 都只写满了两个字 游离 而且整段表演被节目组后期剪得稀碎 不是严谨 就是单人特写镜头 要么就疯狂给场内观众 或者其他姐的镜头 就是没有小组的全景可以看 网友很难不猜测 是不是这场表演 Bug太大太多导致的 小组最后拿下的排名倒数 徐怀玉又一次愧疚自己表现不好 我也知道我自己表现没有非常的好 然后我让自己的队友 就是他们要承受这么多的压力 对他们很抱歉 贾静雯直接当着徐怀玉的面儿欲言又止 我个人没有很满意啦 说实话 对因为我觉得 那个就是还是 对就是没有太满意 嗯什么都没说 好歹什么都说了 对于跳都不行 徐怀玉也是有一套说法的 脑子有办法记忆这么多 就是个金鱼脑啊 14秒是我最多的记忆了 其实浪姐刚关宣后不久 就有爆出徐怀玉不认真 引得同队的贾静雯不满开思的消息 贾静雯似乎还发文暗讽过 4月26日中午 他发过一条动态 我是谁 我在哪儿 忙碌的分分秒秒 都超级珍惜 结果同一天晚上徐怀玉也发文 认真的定义是什么 绝非旁人的议论和结果来断定 绝不会忘记我是谁 我在哪儿 每份工作我都很重视 每个环节我都建立 问心无愧就好 用了差不多的句式 又一次再回应 谁关于认真工作的事 原本只是爆料跟猜测 但从这一工舞台效果来看 这瓜貌似越吃越真 徐怀玉滑水的事 瞬间冲上热搜 网友有骂徐怀玉的 有替他说话的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刘维作为徐怀玉的粉丝 出来帮忙说话 矛头对准徐怀玉经纪人 表示徐怀玉的表演不是滑水 而是排列时间不够 从而引起的不自信 那么问题来了 一工前 节目组给了排列时间 徐怀玉都干嘛去了 经纪人出来给出答案啦 咱跑商演去啦 在参加浪姐节目的录制过程中 除了演唱会 我们也确实接了一场商演 好家伙 这不是来解释的 不是来道游的呀 从经纪人的回应中 确实也能看得出来 公司将徐怀玉的行程 安排得非常满 要准备演唱会 又敲定了浪姐的录制 节目录制中还非得接商演 整个一记要又要还要 不过呢 徐怀玉能在浪姐的舞台上 表现出这么车祸的水平 却不仅仅是公司安排的原因 能看出来 徐怀玉本人对浪姐舞台的重视程度 也是明显不够的 不管是五个月前 在跨年夜上唱纷飞 还是前不久的商演表现 虽然依旧唱很差 但表情管理通通的都是到位的 状态也完全没有在浪姐舞台上的摆浪感 而且对于拖累小组 也没听到徐怀玉一个认真的道歉 而只得到了经纪人一个倒游式的解释 业务能力不行 态度不行 哪怕有缘由也还真不怪观众朝他 浪四的名单在网上曝光以后 当时的网友预测 徐怀玉或许会成为下一个王心灵 毕竟和王心灵一样 童年滤镜妥妥的有 当年那条余美人 惊艳了多少人的童年呢 结果翻航机会来了 却被他一一躲过 特地谱啊 其实徐怀玉这些年的经历 观众对他呢是自在恋爱buff的 单亲家庭长大 童年艰辛 后来踏上音乐路 听着一首我是女生大火 成为家喻户晓的平民天后 主演的首部电视剧 天地传说之与美人 也是大火成功 让他火遍两岸三地 然而后面呢事业却急转直下 媒体爆出他弃养爷爷的传闻 徐怀玉一天之内 召开两次记者发布会 揭开自己的凄惨童年 有这些时候会打我们 他回家没有钱啊 然后也会打我们 然后常常拿我们来威胁我妈说 如果我妈不给他钱的话 他就打死我们打给他看 爷爷酗酒家暴 父亲犯罪 母亲离婚 好不容易消除负面 哪曾想啊 货不单行 徐怀玉所在的滚石公司 遭遇经济危机 徐怀玉事业陷入低谷 还被报患上抑郁症 沉寂五年 徐怀玉重新复出 签约新公司 结果呢 又遇上了职场潜规则和性骚扰 徐怀玉跟公司走上漫漫官司路 事业复出还不见起色 结果又一次陷入窘境 据说最穷的时候啊 靠歌迷接济度日 直到2022年 徐怀玉才重新签约滚石 这么一看 徐怀玉拿的 那是个十足十的美强惨剧本啊 咋就拉成这样呢 别说当第二个王心灵了 不少网友恨不得现在立马淘汰他 归根结底 实力皆一切 每强彩 他也得强啊 张绍涵跟徐怀玉 有着很像的经历 亚洲小天后 爆红过 却被亲人被刺 抹黑造谣 妈妈甚至卷走所有财产 自己还要忙于应付官司 事业口碑一度跌入谷底 同样在沉寂之后复出 参加大热综艺 我是歌手 一首阿雕 一夜翻红 凭的不是卖惨 是实力啊 跟徐怀玉同组的贾静雯也一样 抓马的往事 层脑的沸沸扬扬 事业停滞过 但也没耽误他 演戏哪事后啊 所以说 恋爱buff 要建立在实力基础上才有用 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 公司想赚钱 却要明白 自己该抓住什么 靠恋爱 靠卖菜 靠辩解 都不如靠实力自救 都不如靠实力自救 靠近的 靠近的